孕妇一秒生一个孩子 全天25个小时能生多少个 刚出生的小孩全都汪汪指教 他们被传送到检测器 夸得盖上了特别的记号 紧接着由一双智能眼睛控制 被送往不同的线路 如果遇到不合格的宝贝 检测器就会发出警告 下一秒直接送上断头台 咔嚓结束他们短暂的一生 而检测合格的宝贝 都会安装上接收器 然后集中在一条线路上 运送到大本营 然而这一切都是一个怪物在控制 他叉叉叉的快速输入 下一秒火箭搜的升到万米高空 来到百米高的巨人面前 竟然发射出一个卫星 让人想不到的是 卫星快速发射出喜好 孩子们瞬间两眼转圈 被放射出的光波控制 很快失去自己的意识 就像木偶一样整齐倒 走向神秘的建筑物 巨人看到如此可怜的人类 非常愤怒 裤置一下把卫星 捏成了渣渣灰 失去控制的人们 顿时有点懵圈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而正在工作的怪物 很快收到了警报 看见存活自由的人类 迅速探出信号 夸的又发射出一颗卫星 接着重复操作 妄想继续控制所有人类 而巨人轻轻没用力 就摧毁信号塔 操作台瞬间短路 当怪物发现巨人后 迅速派出战机攻打巨人 可射出的炮弹对他毫无赏害 反而被巨人一掌消灭 随之怪物放出大招 同时伸出多个脑袋 对巨人发起攻击 却被巨人一把抓住 哭吃堆进泥土里 可怕的是 既然从里面冲出13亿人 不断地向他射击 并且快速爬上巨人的麒麟臂 仅用3.14秒 上万米的巨人就被泥土吞噬 尽管他痛苦地丝毫着 但是丝毫不起作用 巨人造就这一切 但最后却跟人类一起回到了原点 彻底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巨人创造地球以及人类 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选择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让人想不到的是 邻居竟然也对着自己 咔嚓一下子 这也太可怕了 原来这里的人天生没有嘴 主持人屁股都憋红了 也没说出一个字 裁判员吹不响口哨 参加好声音的大妈 使出吃爷爷的劲儿 也只能唱出啊啊 被评委直接淘汰 小孩也吹不出肥皂泡 90个月的宝宝 没办法吸到奶嘴 母亲健壮 抢走了傻儿子的奶嘴 这时电话响起 母亲上前接听 对方嗯了一年半 也不知道说了啥 女人也只能回复 啊 这有了嘴巴后 不仅能涂口红 还能摸摸打 小孩子也能吹肥皂泡了 歌手开嘴后 终于可以放声歌唱了 小镇一时间热闹了起来 让他们有了嘴之后 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 干啥 想偷看手机 滚 妈妈用旗带溜娃 宝宝抓虫子拉回来 要抓小鸟时再拉回来 小孩开心的采水时 搜的又拉回来 这跟旗带太好用了 遇到别人溜狗 熊孩子抱住狗还亲上了 快拉回来 疼得我赶紧点了赞和滚珠 就在遥远的刚刚 女人生下自发乱交的婴儿 就当医生要剪掉旗带时 女人连忙阻止 她怕弄疼了宝宝 见母亲十分坚持 医生只能连同旗带和娃娃 交给了单身的安娜 从此不管儿子多么淘气 只要一拉旗带 就能瞬间制止 在安娜悉心的管教下 小孩成了最乖的小孩 这天在上店 女人碰掉了玻璃杯子 被好心的男人捡起来 正要接过来时 不小心摸到男人的手 两人情投意合 玩耍的儿子通过旗带 感应到男人要抢走妈妈 于是紧紧抱住母亲 拉起大腿就走 半夜女人会给儿子讲鬼故事 见孩子已经睡着 可关灯后 孤独的安娜又想起商店里的男人 她虽然渴望爱情 但为了儿子 她还是哭着忍了 到了男孩上学的年龄 红缩的旗带过于醒目 同学们不仅用她来跳绳 还使劲地拉扯 儿子被欺负 母亲冲进校长室大闹一场 从此不让儿子去学校 临回家自己叫 很快男孩长成了大男孩 母亲也到了中年 他们还像从前一样 用旗带连在一起 然而这天 儿子却注意起别的女孩 半夜妈妈突然睡醒 发现儿子竟然不见了 她顺着旗带一路寻找 发现儿子正在约会 差点就拉伤了小手 女人一把拽回大儿子 可儿子竟然瞬间暴怒 她想追求自己的生活 拿起剪刀就要剪断旗带 母亲见状瞎晕了过去 没办法儿子只能跪下妥协 以后全听她的 之后每天不是织猫衣 再也不敢跟陌生女人说话 安娜对此非常满意 没想到却彻底毁掉儿子的一生 十年后女人老得只能主管 看到同龄人都结婚生子 而自己还是老平坤一条 但后悔也没用了 很快母亲得了重病 尽管儿子用心的照顾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 这天晚上死神从男人怀里夺走母亲 哭指剪断了50年的旗带 当旗带花成喳喳灰时 男人这才意识到天塌了 他像一只无头苍蝇 发疯似的到处乱窗 没有母亲该怎么生活 告诉过他 那么这个故事 到底告诉我们什么呢 欢迎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老人后背长出汉堡 六包胎只要张开小嘴 就能轻松地吃到汉堡 可尽管每天吃25个小时 还是永远胃不饱 孩子已经500个月 也只是一群年幼的巨婴 据说点赞关注的 都有吃不完的汉堡 五个人同时吃一个汉堡 虽然汉堡不断地出现 但没点小爱心的 永远也吃不到 说明选择很重要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正确选择 而这六个人就和谐多了 只要汉堡被扔过来 所有人都同时张嘴 虽然只有最上面的人能吃到 但下面的人也会全力以赴 最终上面的人吃成了胖子 下面的人饿成皮包骨 也会拼命支撑到底 这说明高层享受一切利益 而下面的人只是垫脚石 即使你不断地努力 也解决不了温饱问题 这边一群人手拉着手 围着一板斤的汉堡转圈圈 看上去他们非常开心 但是谁也吃不到汉堡 说明在利益面前 表面大家都很团结 实则心里各怀鬼胎 谁都不愿松手 让其他人先吃到汉堡 另一边 女人看着汉堡无从下口 但就在丈夫转头的瞬间 她居然张开血盆大口吞掉汉堡 等到男人回头 她又恢复成可爱的样子 结婚二十年来 丈夫只看到女人好的一面 所以说眼见不一定为时 小心那些表里不一的人 饥饿的女人站在床口 虽然汉堡不断地从面前进过 但她只是张大嘴巴 也不愿伸手去拿 眼睁睁地看着汉堡掉在地上 所以说机会是留给主动的人 如果不做出改变 即使换成薯条 结果也是一样 与此同时三个老头在切汉堡 可无论他们怎么切 手中的汉堡都没变小 就像剪视频的蛋蛋 永远也干不完的活 刚剪完今天的视频 又要准备明天的素材 所以看完短片后 能不能为可怜的蛋蛋点个赞和关注呢 那么问题来了 这是汉堡广告还是人性短片呢 欢迎频率区留言 蓝色水滴太可怕了 咔嚓一口就吞掉了小汽车 就连好看的小姐姐 也被她吞进肚子里 吓了我赶紧点了赞和关注 原来水竹的名字叫水滴 刚从水龙头里蹦出来 就发现了长相哇塞的眼睛 于是张开羊头小嘴吃了进去 接着一口闷了个阿炮 可她还没吃饱 只要看见的任何物体 全都吞进肚子里 甚至比她还大的西瓜 也能轻松一口吃掉 连西瓜皮也不吐 就在吃花筒时 却碰倒了饮料 被善良的女孩发现 水滴吓得扔下腿就跑 酷吃扎进马桶里 女孩为了彻底消灭水滴 直接冲下一吨水 而水滴顺着下水道 竟然顶飞了井杆 逃到了马路上 水滴彻底暴怒 不管她看见什么 都会一口把她吞掉 女孩看见这一幕 直接向她开炮 水滴不仅毫发无损 还咔嚓吃掉了女孩 关键时刻吃豆人崩到了外太空 吞噬一切星球 用来增强自己的能量 可怕的水滴来到房子跟前 房子吓得嗷嗷直叫 下一秒就变成水滴的小零食 此时地球上的东西全被她吃光 她搜了一下 快速飞到了外太空 只是一小口就吃掉了月球 随后看向小小的地球 仅用3.14秒 就把地球吞进肚子里 接下来她会吃什么呢 突然吃豆人冒了出来 体型居然是她的100倍 结果水滴也成了小零食 被吃豆人一口闷 就这样吃豆人救出了地球和月球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你遇到这么可怕的水滴 会用什么办法消灭它呢 我们来听的 接下来 我们来 谢谢大家